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今天的市市平台 Base省省选还有两个多月就已经举行 最新民调发现 Base联合党的支持度跌至单位的数字 比排第三六党还要低 而上屆沒贏得一直的卑斯保守黨 卻上升到與執政新聞主黨接近看齊 更陸續有聯合黨的省議院飄船到保守黨 究竟這股藍色浪潮是否能夠持續呢 今天請來兩位嘉賓和大家一起討論議題 分別有時事評論員董達成先生 和時事評論員趙錦鳴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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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很歡迎觀眾去到網站發表你們的意見 我們的網站是www.fairchartv.com 點擊時事平台的圖像 就可以在我們的網頁分享大家的看法 另外觀眾也可以去到Facebook 搜尋時事平台在那裏留言 Kenna先問問你 先講講最新的民調數字 而上Strategies最新的民調顯示 新民主黨獲得40%的選民支持 保守黨有38% 綠黨有10% 曾經執政十多年的前卑斯自由黨 現在改名為聯合黨 竟然只有9% 你怎麼看呢 為什麼聯合黨會得到這麼低的民望支持 這個很好的問題 在今天來說 是BC聯合黨和新民主黨 和BC保守黨 此起比落 還是此落比起 其實整盤棋的起落 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過去到今天 如果你說一個直直無明 可以說BC保守黨 可以和執政黨 可以這麼接近 都是有很多的原因 還有很特別的原因 應該這樣說 第一件事就是 當BC自由黨很早期 我們說當時的Kelvin Falcon 就是可以說 驅逐了自己BC自由黨的省議員 這兩件事之後 很奇怪 當然 成為這個反對黨之後 反而執政政府 David Eby 反而著重了這個反對黨 因為事實上 當BC Conservative提出很多議案 可以做到一個反應 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個BC保守黨 不過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BC自由黨改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原因就是 我們一個普通人 改名 改完 大家就看見 由張三變成李四 李四就是一個人 出來 就有一個表現 大家就認識他 但是一個政黨 你做了這麼多年 突然間 改成BC聯合黨 但是他又好像要等 新的會員 黨員 在BC聯合黨裡面 做出一個形象出來 似乎等了很久 大家都看不到 這個新的形象 是代表什麼 這個其中一個 是很嚴重的敗北 尤其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一個競選 或者一個政黨 大家都要看到 你的政黨代表什麼 的政綱 所以 你裡面有什麼人 似乎過去了這麼多個月 這個新黨令 Kelvin Falcon 以及在一個新的黨名之下 其實就沒有做到任何的功夫 是branding 將這個新的黨 介紹到他的新政綱 新的動力給省民 更重要就是說 在這段時間的表現 聯邦的保守黨 Pierre Pellevitt 可以說 那個聲勢 在聯邦 造成了一個聲勢 令到大家誤解了 B.C.保守黨 和聯邦保守黨 是有關係的 其實完全是兩馬子的事 所以 此起彼落 令到B.C.聯合黨 我可以說 民望跌到10%都不夠 其實這也是很可惜的事 不過 就是說 還有什麼機會去做呢 作為一個新名的黨 做什麼做呢 其實這一個發展 都很重要的時刻 Kenny問你 剛才講到很多特別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改壞名 可能就是 其實自由黨的時候 為什麼要改名 因為自由黨的民望 都越來越低 看到2020年的省選的時候 他們的得票率 已經遠遠是低於新民主黨 之後就說 要改為聯合黨 希望可能一仔這個頹峰 誰知道這個頹峰 結果可能之前也有三成兩成 跌到現在百分之九 你怎麼看呢 究竟聯合黨是否因為改名 才導致到現在這樣的警方 而究竟聯合黨的黨令馮二干 又做了些什麼 才可以令到 曾經叱測一時的 全省第一大人黨 變成全省最小的黨 我想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在想著 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尤其是 在聯邦的政壇 我都已經參與了 差不多二十年以上 我看回的時候 其實跟 一九九三年的時候 那個進步保守黨 如果大家記得的時候 作為一個大多數執政政府 這個莫朗尼先生 剛剛過世沒多久 他就突然之間 就決定 辭退自己的黨領身份 就經過 進步保守黨的競選 就將他交給 這個叫做 林 Campbell 這個新黨領 但是那時候 發覺這個改變 就並沒有去幫到 進步保守黨 而進步保守黨 卻是遭到一個 滑鐵爐式的一個挫敗 全國是得 沒有記錯 應該得到兩席的席位 一個是 Sean Charae 一個是 那個原因 其實 跟新後起上來的 這個改革黨 都有很大的關係 拿回今天的BC省政壇來講 我自己覺得這個BC聯合黨 其實他的名字 或者他的做法是沒有錯的 可惜就是後知後覺 換句話說 如果你試想像一下 他們在上次大選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用BC聯合黨的名字來輸 然後輸一次 然後換一個黨領 然後跟著跟這個BC保守黨 一起來合併 舉個例子 那個情況就會很不同 很可惜就是 他們後知後覺到一個地步 在這個所謂BC自由黨裡面的聯邦自由黨人 就堅決是不肯去把這個BC自由黨這個名字來剔除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執政九年之後的聯邦自由黨的杜魯多 其實他的聲望已經很差了 因為這樣的緣故 其實是在BC省 省民面對著很多他們現在每日自身 每日都要面對的一些難題的時候 他們對這個名字 BC自由黨這個名字 就更加是癡之以鼻 到你這麼臨急的時候 一兩年時間才去換 而接任的這個新黨領 也都不是一些什麼新人 而是簡慧之這個Christy Clark底下的一個聽長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 由我自己覺得 很多人都不懂得去 將他們和BC自由黨來分 而同一時間這個BC保守黨 其實好像剛剛的Kent所說 這個BC保守黨和元邦的保守黨 是沒有直接的從屬的關係 但是他們做得很好 就是他們的名字改得很好 以前我記得我們叫做BC Conservative Party 但是原來你發覺 他註冊的登記的名字 亦都是他們現在狼狼上口 就叫做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這個就給很多對新聞 政治不太留意的選民 很多時候拿他和Canada 和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混淆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 隨著聯邦的自由黨 慢慢的支持 不斷的崩潰 對總理 我們自由黨的黨領 杜魯多 大家的嫌棄下 這一種的心態 也都去到我們 湧到來BC省 對逢義干來說 其實你可以說是很不公平的 因為他已經嘗試去推動 只不過這件事我自己覺得 在很多方面來說 其實已經太遲了 如果他們一輸了省選 第一次將政權 輸給新民主黨的時候 他們決定 就應該要兩黨合併的話 其實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加拿大的政局 肯定不是這樣 Kent也問問你 過去幾個月 我們要講一下這個跳船風波 幾個月來 竟然是有多名的聯合黨 即是前自由黨 現任省議員跳船到保守黨 包括最新的就是 包括華裔省議員屈傑兵 究竟這個跳船風波 為何可以越演越烈 現在已經有四名現任省議員 還要特別提到的是 聯合黨的其實很多現任省議員 是決定不再繼續參選 究竟這個跳船風波為何會這樣 正如我所說是一個陣型 即是有一個情況 當然新民主黨 當賀錦下台之後 他就讓出來 讓黨裡面自己選 但是可以說 當時的David Eby 已經是聲望很高 差不多已經是自動上了位 當作為一個省長 那David Eby做的事情的態度 其實他一有事 立即撲出來 就上電視 可以說立即去解決問題 當然我們作為時事評論去看 這些反應是否立即徹底 可以解決到那個問題 不是的 只不過作為一個省長 他立即有一個反應 而是可能做出第一步去解決問題 而是日後由官員 或者其他的聽長去處理 他這一般 都可以說 不止一次去解決一些危機 大家都覺得 他是作為一個省長是升任的 但是見到這一邊 可以說 當一個反對黨 是否可以做到他作為反對黨 第一反對黨的工作 似乎就解決到不是了 提不到一些重心的問題 可以說監察的政府 以及去質問執政政府 見到這個時機 所以BCC 其實就是說 真的罵政府 作為反對黨 就不用很大本錢 所以他的出鏡率 反而就比BC聯合黨更高 同時 很多時候 就是一個空泛的承諾 其實就已經可以取悅到很多的省民 既然是這樣 已經奠定了他的位置 另外一樣 當一個新的黨 是表現不出他新的黨 那個政綱 還有就說 作為一個新黨的黨領 他夠不夠給自己 過去的那些省議員 是可以表現 其實是表現不夠 表現很弱的 所以這個團隊 你看到 可以已經以興南山 就是調檔 當然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BC省的人口增加 我們的低陸平原 尤其是Richmond 當你的人口增加 那個選區 就會再重分劃界 那裏面的票 一些是投NDP 一些是投以前的BC自由黨 可能那個人數就有所改變 作為現任的一些當選的省議員 可能會計算過自己的票 將下屆的得票多少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選區 都有這樣的看法 當然就會轉黨 謝謝Ken和Kenny 先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討論一下 卑斯省選問題 歡迎來到市市平台 在我身邊 繼續有董達成和趙錦榮家 Kenny 除了民意調查之外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指標 就是政黨籌款金額 Election BC剛剛出的 最近三個月的籌款金額 我們可以看到 執政新民主黨繼續領先 220多萬 其次竟然就是 剛才說民旺高企的BC保守黨 竟然有110多萬 比起官方反對黨聯合黨 只有60多萬 超出接近一倍 至於六黨籌款金額 大約是40萬左右 究竟籌款金額 可以帶出什麼方向和指標 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想民意調查 其實很多時候 你聽一些政客說 就是說 唯有一個的民意調查 是最準確和最重要的 那個就是 投票日 十個星期之後的 這個BC省選 但是同時間 如果你要去 看看用一些 春光水暖鴨先行 你要看到一些指標性的東西的時候 單靠民意調查 可能都是 好像他們這樣說 未必是作最準 但是如果你拿來 這個政治的捐獻 來做看完的時候 你就會再去看到 至少在當下那一刻 那些人對這幾個政黨 他們的看法是怎樣 如果是 用這樣的方法去看的時候 這個對BC聯合黨 絕對是 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但是 我又想回 如果你把 BC聯合黨 和 這個 BC保守黨 他們的 兩邊的支持 加在一起 無論是 民調 或者是 票數 或者是 金額 政治捐獻 等等 加在一起的話 你就會發覺 他們絕對可以 可能已經贏了 這個BC新民主黨 很可惜 他們兩邊是分開了的 那麼 這個會不會是 栗旁相爭 如人得利的 一個 最好的典範呢 我不知道 但是 似乎 對BC聯合黨的支持 正在崩潰和瓦解當中 究竟這個崩潰和瓦解 會不會 是可以快到一個地步 十個星期之後的 這個BC省選呢 是將政權交給 上一次的省選裡面 連一席位都沒有拿到 更加不要說 在這個世紀 或者是幾十年前 才執政過的 這個BC保守黨呢 那麼 這些等等呢 其實是我們的選民 需要考慮的 嗯 Kenny 我們看到 其實你剛才都說的 新聞主黨 可能如人得利 我們也說一下 戒票的情況 聯合黨和保守黨 可能出現這個戒票 會不會導致偏右的一個票員 全軍覆沒 即是五十五十 給了聯合黨和保守黨 結果 新聞主黨 反而就贏過很大的比數呢 Kenny 我想 這個是絕對一個可能來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發覺 一年前的嘛 我們的BC 省議會裡面呢 在維多里那裡呢 其實連一個的BC保守黨的人都沒有 但是你發覺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不單止他們建立了他們自身的機器 進行了這個黨領競選 更加的吸引了很多以前這個BC自由黨 BC聯合黨的同袍 來到去加入了這個BC保守黨 所以他們肯定是有一個很大的 momentum 在那裡 一個很大的趨勢 最近的你剛剛所說的 民調也好 又或者是這個加拿大 BC的選舉局 所公佈的那個政治捐獻 都說也好 你就看到原來這個趨勢 這個momentum 是在不斷的 那麼 會不會就好像 九十年代的進步保守黨一樣 他們去到一個地步呢 會有一個implosion 就是完全的崩潰 但是呢 就製造了一個很強而有力的 一個反對黨 在九十年代中期 就是這個的改革黨 但是呢 仍然是會 給到 當時的聯邦自由黨 一個大多數的執政呢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這種趨勢 繼續下去的時候 是絕對能夠有機會去 危害到這個BC新民主黨 他們的執政權 我們看到最近的幾個民調 無論是四月的 或者今次 剛剛一個星期前的都好 都告訴我們 BC保守黨 他們的民意支持度 其實已經去到 和執政的新民主黨 在統計學上面 已經打成平手了 那繼續下去的時候 未來的十個星期 如果這個David Eby 譬如說 我們知道 在我們加拿大 BC省列治民市 是有一個 Camby的地方 他在BC省新民主黨 他們建議底下 會建立一個支援的房屋 但是這個支援房屋 對周邊的居民 沒有好好地去游說過 或者跟他們溝通等等 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看到 BC保守黨的屈結兵 正正在那個地方 做這個省議員 他今天裡面已經提出了 為什麼新民主黨 是這樣獨斷獨行 沒有經過民眾的授權 或者是好好地去consult 而去單方面去做 對入住的九十幾個 需要這些幫助的朋友 也沒有好好詳細溝通 有什麼計劃等等 所以如果繼續下去的時候 這個momentum下去的時候 BC聯合黨可能就會敗北 然後所有的票數 都去了BC保守黨 就好像民調所估計一樣 他們有機會會問頂到 這個執政黨的補助 這個可能就是和幾個月前 列治民監管駐社屋 可能也有關係 其實先問問Ken 剛才也說過戒票的情況 你怎麼看這個戒票的情況 會不會偏右的一個票員分散了 反而新民主黨可以助享這個語言之利 我想戒票就會在選區裡面會出現的 尤其是在低陸平原我們說 當然如果我們說三個政黨 即是兩個民調高的 就包括新民主黨和BC保守黨 但是都很視乎我們說一個黨的凝聚力 當然我們說它有多少的候選人 候選人當中有多少已經是在位 有經驗的 另外就說在競選裡面 它的經費有多少 我剛才說了 如果你說說執政的新民主黨 其實都是超過BC保守黨 就會一倍又多 當然BC聯合黨可以說就是很少 所以戒票的成份 都是有這個比例性 不過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說的組織力 義工和助選團 可以說新民主黨 在這麼多界已經有歷史在那裡 有經驗就是BC聯合黨 但是這次見到它這個凝聚力 那個失散可以說 而BC保守黨 可不可以拿到它的義工 和它的團隊在這個競選裡面 我覺得未必那個選區 都是這麼成熟的 所以你看見 戒票的情況會出現 就令到中間偏右的票就會分散了 所以你說那個民調 當然是叮噹碼頭的話也好 而那個general vote 就是說總投票 雖然你說可能都是進這個BC保守黨 會接近新民主黨 但是去到分區一界票 可能就會令到低陸平原 又和中部我們BC省 就會有不同的情況 所以這次來說 還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我相信 現在還有一些 我知道一些候選人都還沒有齊腳的 所以其實那個政選 其實當很接近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個選民 就要看每一個政黨 每一個候選人 對一個政綱的了解 對他將來執政 有多少可以 我們說deliver 就是說 在這個 承諾上面可以做到多少 我想這一個 就是今次我們看到很多新的景象 謝謝Ken 多謝Ken董今天的分析 究竟這股藍色保守黨熱潮 是否真的留夠為恥 相信要看看該黨黨領 John Rustic的魅力 不過無論觀眾支持哪一個政黨 大家都應該運用自己的權利 一盡自己的義務 未來兩個幾月留意相關的信息 並在10月的省選中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今集時事平台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